美好的早晨造就美好的一天 但是怎么样才能有个美好的早晨呢? 来份热腾腾又香又好吃的法式吐司就好咯! 法式吐司很好煮的 但有一堆不同的食谱就是了 在试吃过全部食谱之后 你可以选出你最喜欢的 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吧 你需要一条法国长棍面包 一条面包或任何白面包 最重要的是面包得是干的 当你将柔软的新鲜面包 沾上鸡蛋和牛奶的混合物时 它就会变成糊状 你可以用旧面包或者在开始煮之前 用烤面包机烤些吐司 这个食谱看起来很简单 但你得非常小心 千万别毁了法式吐司 只要它们呈现金黄色且内部柔软 就表示它们好咯! 你需要的厨具 烤面包机 如果你只有软面包 用来打蛋和牛奶的碗 金属丝打蛋器或搅拌器 不粘锅 如果你没有烤面包机 而面包又是新鲜的 别紧张 你可以用一茶匙植物油 在煎锅上煎几片面包 或者用烤箱稍微烤一下 你可以将法式吐司 做成美味的主菜 也可以做成甜的当作点心 法式吐司的基础做法 材料 四片干的白面包 一颗蛋 四分之一杯牛奶 一茶匙糖 一搓盐 一茶匙热锅用的奶油 自由添加 一茶匙香草精 二分之一茶匙肉桂 烹饪方法 打一颗鸡蛋 加入糖、盐和肉桂 轻轻搅拌 加入香草精 再次搅拌 当所有糖都溶解后 就搅拌好了 加入牛奶 搅拌一下 将干面包切成 不超过一公分厚的面包片 如果面包是软的 请放入烤箱中 将面包片进入混合物中 这样一来 两边都可以沾上混合物 加热不沾锅 融化一茶匙奶油 以小火在吐司两面 各煎一到两分钟 吐司的颜色 会变成均匀的金黄色 如果温度太高 吐司表面会焦掉 而内部则维持湿润 你可以用糖粉代替普通糖 这可以让淡奶混合物的准备过程 更快速简单 你也可以用奶油代替牛奶 这会使吐司的味道更丰富 但热量也会更高 上桌前将吐司放在纸巾上 以吸收掉多余油脂 那么现在你会基本的 法式吐司烹饪方式咯 你可以开始尝试更复杂的做法 或者自由发挥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些 让法式吐司更好吃的创意点子 法式吐司加蛋 这是给孩童做早餐的超棒点子 最棒的是只需要不到十分钟 就可以做好咯 材料 四片干的白面包 五颗蛋 四分之一杯牛奶 一搓盐 一茶匙热锅用的奶油或植物油 一小撮黑胡椒 番茄、黄瓜和茴香作为装饰 烹饪方法 打一颗鸡蛋加盐轻轻拌匀 加入牛奶 搅拌一下 用玻璃杯在面包片上切出圆洞 你不需要面包柔软的那部分 将面包片浸泡入混合物 这样它就会均匀沾上混合物 然后泡一下 加热不粘锅 融化一茶匙奶油或植物油 将面包片的一面 以小火加热一到两分钟 翻面 将生蛋个别打入每个洞里 盖上锅盖 再煎五分钟 趁热上桌 以蔬菜和茴香装饰 法式吐司加香蕉 如果你是甜 你会喜欢这个的 材料 五片干的白面包 两颗蛋 四分之一杯牛奶 两根香蕉 三茶匙盐 三汤匙奶油 热锅用的植物油 一颗柠檬的汁液 一搓盐 一勺冰淇淋或一根薄荷汁液作为装饰 烹饪方法 打蛋 加入盐和一茶匙糖 轻轻搅拌 加入牛奶 搅拌一下 将干面包片切片并进入混合物 让面包片两侧皆均匀沾上混合物 用植物油加热不粘锅 以小火将面包片两侧各煎一到两分钟 直到外观呈均匀的金黄色 再拿一支煎锅 将奶油、糖和柠檬汁一起融化 将混合物以小火加热直到化成焦糖 将香蕉切成圆片 放入焦糖中煎一煎 它们煎好了后 将只放上法式吐司并一同上桌 你可以用一勺冰淇淋或一根薄荷汁液 来装饰吐司 法式吐司加起司 材料 四片干的白面包 一颗蛋 三分之一杯牛奶 两汤匙奶油 热锅用的植物油 5盎司硬乳酪 一搓盐 烹饪方法 打蛋 加盐混合 轻轻搅拌 加入牛奶 搅拌一下 将干面包切片 进入混合物 直到两边接均匀粘上混合物 用植物油加热不粘锅 以小火将面包两面各煎一到两分钟 直到外观呈均匀金黄色 翻面 每片面包上各放一片乳酪 再煎15到30秒 让乳酪稍微融化 很难相信在过去 做法式吐司只是一种让旧面包看起来 焕然一新的方式 现在 法式吐司是即使你是烹饪新手 也可以轻易上手的美食 无论你选择哪种法式吐司食谱 都要记得趁热上桌 你可以用果酱 冰淇淋 各式莓果酱 水果片 无论是新鲜的或是炖过的 或者薄荷叶来改变甜吐司的味道 美味吐司可以与茴香 西芹 火腿 乳酪 薄肉片 和几乎冰箱里所有你能找得到的食物做搭配 法式吐司是一道美味而简单的菜肴 适室 适宜作为早餐与午餐 发挥你的想象力 看你能创作出什么样的食谱和你的家人好好享用吧 你会先尝试哪一个食谱呢 或是你已经有自己的独门庙方了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吧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点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先别急着去做吐司啊 我们还有超过2000部有趣的影片等你观看呢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就可以尽情享受了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